东海岸文教基金会在吉安乡长游淑珍的支持协力下 特别为回蓝蓝折缝染进阶班学员举办了 芝兰文艺美学展 9月份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展出了学员们课程之后的公益成果 有68件精致创作者都是创意和努力的结晶 乡长游淑珍也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可以前往欣赏蓝染艺术的独特魅力 东海岸文教基金会日前在吉安乡永兴活动 中心开办回蓝蓝折缝染进阶班 9月份更在浩克艺术村举办成果展 呈现学员们的精彩作品 我们这次展的是叫折缝染的进阶班第二期 蓝蓝艺术大概有三种计划 一种就是缝渣 一种就是行糊 一种是蜡染 我们这个是属于缝渣的系统 那就是缝跟折结合呈现出来的作品 那我们这边有很多可以应用到生活上的 衣服啊 袋子啊 那个桌旗啊这一类的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给大家 吉安山岗游淑珍表示 透过研习课程 让民众把艺术涵养带进生活 也让吉安乡提升艺文气息 感谢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为我们带来的是文化艺术的这个蓝染 它从植物的一个蓝料 一直到现今来衔接过去客家文史记录 我们的布衣蓝绿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特展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谢谢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长期跟吉安相来配合艺文展览 甚至于是爱心艺脈等等的一个 多元的协力在吉安 我相信艺文不是一天两天 更是不是一人两人 是大家一起来共守共利 让我们带动社会的美好 艺术文化的价值 每年从外地来到吉安 来到花莲的讲师们 他们必须要经历了 七八小时的一个心路历程 来到这里来透过他们的记忆 给我们签起一个最难能可贵的 文化艺文的传承跟保留 我们感谢所有大家社团共力在吉安 芝兰文艺美学展 即日起到9月29号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展出 而9月14号下午2点钟 还有一场亲子手作活动 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 蓝染的乐趣初体验 介络会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